字幕君 想不到廣播處長李百全 他那麼喜歡生抽 他絕對是名符其實的生抽王 何時喜歡抽就抽 隨時抽起根就抽 總而言之就默默抽 上任都不足夠一個月 在節目突破性上真的未做到任何成績 一點都不奇怪 但他在抽節目的表現 非常出色 毫不在乎 有人可能會以浪費公帑來控訴他 因為每一分鐘的節目都是用公帑來製作的 李百全就厲害了 果然是一個有膽識 有承擔的AO 政務主任 我看這個人兄 都前途無可限量 張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說 這次減對人 簡直是心慶得人 上任不足半個月 李百全又再次出招了 腰斬完香港故事後 港台31台本來定在星期四晚 3月11日晚8時播出的《已是論事》 突然之間又被抽起了 同時播出一個舊節目 卓越教室 據了解 《已是論事》在臨播映前半小時才傳出抽起的消息 多刺激 如果大家查回港台《已是論事》的網頁 本來定在星期四晚播出的一集節目預告 也不見了 下一集即是3月18日播出的預告 看不到任何資料在介紹 被抽起的那一集《已是論事》 究竟講甚麼內容那麼敏感呢 原來是談及修改選舉制度的 這集的簡介是 中央主導修改 並完善本港選舉制度 再由港府進行本地立法 宣傳的內容就是 這次修改選舉制度 其中重點是賦予選舉委員會 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 以及直接參與提名立法會議員 候選人的新職能 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選委會功能和角色的變化 會為本港政局帶來甚麼影響呢 這集是由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以及港台記者 陳月威是主持的 編導是劉振英 劉振英不是梁振英 是劉振英 節目有訪問到立法會的前議員李華明 他是嘉賓 還有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 他們究竟說了甚麼 曾鈺成這件事沒有任何回應 李華明對節目突然抽起覺得很意外 他說他接受訪問時 表示自己的意見自然和有建制背景的曾鈺成 提出的觀點很不同 他也是從他自己過去多次參選的經驗來看 這次人大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 究竟是否一個大倒退 他是這樣說的 選委會又會歸後 10個議席 然後變成6個 然後就沒有了 是看到過度的 是要取消的選舉辦法 但現在 大量回來還要做多一點 那當然是倒退 批評現在的完善選舉方法 他將它叫做 全面控制選舉方法 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 又表達了甚麼呢 原來 當劉慧卿被問及 人大修改本港選舉 制度的時候 他批評這個做法 不行了 令到本港選舉制度失去了尊嚴和獨立性 興姐又說 我說如果這樣做 是沒有一國兩制 香港人也沒有了民意代表 這個制度不行 他通常都是這麼大聲說話 興姐還有引述中大互港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宋恩榮的論點 質疑不少人對此 雙重國籍 很難做到愛國籍一致 劉慧卿又說 我講的話 怎會立得很厲害 我講的話 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到現在 真的沒有人知道 究竟真正抽起 這一集議事論事的原因是甚麼 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一定不會是曾鈺盛所說的言論有問題 平心而論 李華明的論述算是溫和 他本身是一個溫和的和理非 興姐其實都是同樣的人 劉慧卿說 我同一個內容 之前我在港台電台節目 千禧年代 英文節目的backcheck 都說過了 我講話怎會罵得很厲害 我講的話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都是那句 他有時說話是比較大聲 很明顯他不是很自覺自己很大聲 我相信也不會因為他說話太大聲 而要抽起他的節目 其實他們兩位 也有被一些年輕人或所謂的本土派 批評他們太過保守 我真的沒辦法相信 香港電台 或者特區政府 不能夠容納這樣的意見 港部署長李伯全 說笑歸說笑 我覺得你 不能夠總是躲在一個不評論個別個案的背後 所謂的line to take 而不對公眾解釋 你所用的紅線是甚麼的 你不能夠只是 重申甚麼 為了加強編輯管理 和回應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的建議 港部署長和港台的高層管理人員 在一些具爭議性的節目播出之前 會檢視那些有關的節目 是否設實履行 編輯責任 以保障節目符合 約章和守則的要求 這些大說法就當交代了一件事 不可以的 這不是交代了一件事 香港電台 不是一間商業營運的廣播機構 香港電台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Public Broadcaster 是一個政府部門 一個完全由納稅人支付付付費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部門 作為部門的掌門人 是不能用你個人喜好 去決定哪些節目能播 哪些不能播 你總不能用那句籠統的保障節目符合 約章及守則的要求 合理化了你喜歡抽誰就抽誰 作為一個掌台人 廣播處長李白全 你是要給大眾一個交代 究竟你抽取的節目 是哪一個章節 哪一個段落 是違反了 香港電台的 哪一條約章 和廣播守則 署長不是你說了就算的 你不是一個土皇帝 這種 好像有強權無功利的做法 不是一個為人父母官應該有的態度 現在我們在說的是一個關於公眾利益的問題 我一定要在這 和大家發聲 我更加要為香港電台的 努力工作的同業發聲 我不知道現在 他們是否已經不方便公開發言 不過無論如何我希望大家 熱切去關注 這位勇猛的廣播處長李白全 和他那個 很懂得 工作的老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的表現 香港不應該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我的大佬